TagTeller 科技說的Henry 很高興今天再來分享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主要是會針對這兩款藍牙耳機 這款是Jaybird X3的藍牙耳機 是去年度非常熱銷的一款運動藍牙耳機 還有這款Tautronics TT-BH07 也是我非常喜歡然後一直在使用的耳機 那究竟這兩款的優勢跟劣勢如何呢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在用了這兩款耳機大概半年後 我有些心得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Jaybird這款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音場相對蠻豐富的 因為它可以透過MySound的APP去調整它的高頻、中頻、低頻 所以針對你不同你喜歡人聲或Bass 這個音效的話都可以透過這個APP調整 所以這個客製化相當強 針對你自己的耳朵都客製化相當強 再來就是它的Mic音質非常好 其實我在戴的時候我跟我朋友聊天 他們都認為是我直接用嘴巴講出來的 就非常清楚 那當然呢它在戴安全帽的時候去講的時候 它音質稍微因為會受到這個線控器的阻攔 所以會有一些風阻的聲音 所以相對我另外一款BH024它就稍微差了一點 那它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是它可以一對多 也就是它可以一隻耳機配對好幾個載具 那想像你今天你突然用手機在看YouTube 可是你下一秒呢你YouTube暫停之後 你在電腦端你也可以看影片或是看音樂 就是你只要暫停手機 然後再Play 再Play你另外一個載具的話 就可以做到一對多的切換 那再來我們來講一下這一款Tautronics BH07的優點 實際上我覺得它是一款CP值非常高的藍耳機 雖然它只有999塊 但是它非常的超值 為什麼呢 首先它的重量非常好 就是在這個價位它的重量表現還蠻不錯的 雖然說它的可玩性沒有 這個JBURN MySound APP搭配出來的這麼多可玩性 但是大部分你如果是一般場景 其實重量是非常實用 那再來呢 它有IPX5的防撼功能 當然JBURN也有IPX5防撼功能 所以這一點它們是幾乎一樣的 那再來我覺得它比JBURN好的一些點 就是在於它可以磁吸 那其實JBURN對我來說 有時候騎車的時候 我就要必須藏在我的衣服裡面 但是Tautronics這款BH07就不需要 它可以磁吸在胸前 它就不容易丟失 那再來佩戴方面 我覺得它有一點是它的這個矽膠呢 可以深入到你的耳橋下方 所以矽膠會相對軟一些也比較牢固 但是JBURN它的這個耳掛 不好意思 耳掛或是耳翼的部分 它相對比較硬 所以戴起來它比較容易鬆動 而且比較不舒服 所以在佩戴性上 我會喜歡這款Tautronics BH024 所以大概80%的場景 我都會使用這一款 作為我的daily driver 就是我每天在用的耳機 那JBURN這款呢 我就會比較偏說 比如說我要跟我老婆聊天 或是跟我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們講求音質 然後在嘴巴邊講的時候 音質要收音清楚 我才會用JBURN 所以這款的使用場景比較少 通常一般健身或是一般通勤 都還是以Tautronics為主 那再來講講他們兩個的歷史好了 首先我現在就是拿著BH07 我就介紹一下 它的通話效果我剛剛有講 就稍微差了一點 但是它的線控其實還不錯 所以它已經坐在嘴邊 所以其實你拿近一點講還OK 它的雜音就是比較重一點 就是剛剛講它風吹的時候 因為線控比較小 所以它會晃 如果你是騎車的時候 就雜音比較重 然後續航力6小時就還好 它跟JBURN X3差不多 總結來說 我覺得它是 我覺得 我在今年跟去年用起來 我覺得它都是CP值 蠻高的一款奶耳機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只有999塊 但是它該有的 1.1D的小功能都有 磁吸 然後線控 麥克風 IPX5的防盤功能 還有它這個矽膠 配戴相當的舒適 那JBURN呢 我覺得它的劣勢還蠻多的 就是 第一個你可以看 你可以清楚看到 它的這個Logo的地方 已經因為我流太多汗而氧化了 所以 如果你 自己喜歡名牌的 但是你戴一戴 就會發現它氧化 你當然心裡會覺得 它的材質是不是不太好 所以 對 那再來就是充電 它充電也非常不方便 像我好幾次出差 然後我覺得 我要戴著它 因為我要跟我老婆聊天 我要報備 可是我就忘了帶這個 充電器 那充電器又是獨規的 所以它非常不方便 它不是Micro USB的插孔 就可以解決的 那相對來說 TAUTRANYS跟 TAUTRANYS BH07的時候 它非常方便 它可以用Micro USB充電 就是你一般安卓手機的 一般的充電線都可以充電 所以通常呢 我就會很困擾 我通常兩個都要一起帶出去 因為這個 其他場景我會 比如說早上聽Podcast 像我個人喜歡聽 德道 跟喜馬拉雅這些Podcast 我就會使用TAUTRANYS 它比較不會掉 然後 劇烈搖晃手也比較穩固 所以總結來說呢 我認為它是 推薦給大家 TAUTRANYS 是我另外一個daily driver 但我更偏好使用它 然後 在2018年 我認為它是CP值最高的 磁吸式藍牙耳機 然後 我是在 自選家這個網站上看到的 然後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謝謝